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大利人是三千年前失踪的陕米特人 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呢 根据此海中的解释 陕米特人 泛指 古代北非和西亚人 主要是以古埃及人和犹太人为代表 犹太人是一个喜欢迁徙的民族 他们最早生活在两河流域 深受巴比伦和埃塞俄比亚文明的影响 大约在公元前720年 巴比伦亚树王占领了北伊斯列 抓走了两万七千名犹太人 这些人后来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有人说是被流放到了伊朗北部 有人说他们逃到了中国 总之这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之谜 我们再来看看三星堆文明 据专家考证 三星堆文明距今约三千年前 和失踪的犹太人时间比较吻合 青铜大利人 头戴圆柱形的帽子 身穿紧身长袍 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埃塞俄比亚 和以色列的修士们的长袍 风格很接近 著名的以色列王索罗门 就经常穿这样的袍子 而我国汉代以前的长袍 在风格上与之明显不同 在三星堆还发现了一根金杖 长一百四十二厘米 上面捐刻人像 鸟鱼等花纹 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中国汉代以前 象征权力的器物是青铜鼎 很少听说用金杖的说法 而在北非的埃及和古巴比伦 金杖是典型的王权象征 如果说三星堆的大利人是犹太人 那么他们的后裔又去哪儿了 1896年 24岁的英国传教士 陶然氏来到中国 1918年 陶然氏第一次进入我国 闽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进行传教 当他第一眼看到羌族人时 陶然氏怀疑他看到的景象 是幻觉还是现实 这些羌族人和犹太人太像了 他们具有西亚人典型的高鼻深目的相貌 穿白色的衣服 以羊为记 涂血与门框 陶然氏认为 羌族寨子的风格 就像巴勒斯坦或中东 因为建筑是如此的相似 平顶石头房和高塔 让人联想起这样形式的房子 从小亚西亚 跨越北印度和中东 再从甘肃到达华西的传播路径 密密麻麻 沿山脉而建的寨子 其外观很像扩大了若干的中世纪城堡 此景此物 似乎使人回到了大主教时代 陶然氏认定 羌族人就是三千年前失踪的犹太人后裔 随后 陶然氏深入羌族地区 和羌民同吃住 观察研究羌族人 陶然氏虽是英国人 他却精通汉语 安熟西南方志等地方文献 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是最早研究 川西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西方学者 1930年 陶然氏在 《工作在羌人部落》一书中说 他们可能是 被称为失落的石部落那一种 他们在宗教的各个方面 都是犹太人 除了名字以外 1939年 陶然氏发表 《犹太人的移民》 《以色列人在中国》一文 将羌族是犹太人后裔的看法 予以阐释 古羌族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 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 主要分布在四川省汶川县和北川县 截止2010年 羌族人口总计30多万 20世纪50年代以来 考古学家陆续在闽江上游 发现了大量的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藏墓群 从秦代的一个古羌人的坟墓中 发掘出一种双耳罐子 这种罐子和同时期 中国出土的任何罐子都不相同 很像在中东出土的水罐和瓶子 从凹形的底部可以看出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顶在头上用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荧幕影社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荧幕 欢迎订阅荧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